1. 流感这部影片讲述了韩国的流感危机,是一部灾难片,因为一群东南亚偷渡过来的游客,而且整个集装箱大部分都是死人。 只有一个非洲人侥幸过了下来,也因为她带来了病毒,使大部分韩国人一夜之间患了流感,病情急速蔓延,美丽女一生金人海。 秀爱是她的女儿再不幸中也得了流感,但在救援人员江志九、张鹤士的帮助下女儿终于得救,女儿的演技也十分好,最终结局十分有爱。 2. 七号房子里五这部影片讲述到一个智障父亲柳成龙氏,因为被人误会而被关进牢房,她十分牵挂她的女儿挑衅费,后来在育友的帮助下把女儿偷偷送入牢房,跟他们一起生活。 但是父亲为了保护女儿,被逼迫承认了罪行,后来被判了死刑,而女儿在长大后成了一名律师,帮助她的父亲讨回了公道。 3. 狼少年这是宋仲基主演的一部电影,影片讲到了李哲秀宋仲基是从小和狼生活在一起,后来遇到了女主金顺仪,普保英是一家,从那以后哲秀就和他们生活在一起,顺仪叫她吃饭,读书两人感情变得很深厚,可是后来因为一些事情,两人分开了,秀一架给了别人,等她年老了回到当初的地方,而哲秀还在那里等她。 3. 盲正这部电影,被我们中国翻拍过,我是证人相信大家都看过,是有杨秘露寒主演的,其实她的原名叫盲正女主,是以前是一名警察,后来跟弟弟出了车祸,弟弟确是男儿,他也双目失明,后来就陷入了深深自责中,直到后来遇到了一个变态的整容医生多次想绑架她。 他与车鸣变态一生斗智斗勇,最后成功当上女警察。 4. 釜山行韩国一部丧尸片,讲述在一列火车上逃亡的故事,想活命的就上车,其中徐书与孔刘是一个自私的人,后来为了救救自己女儿最后变成了丧尸,影片结局只活下了两个人。 以上是今天小编推荐的韩国电流,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,良心推荐。